台风是逐渐的逼近台湾 气象局是已经先发布了海上台风警报 但是在台北线也有一对母子受困于被海水淹没的潜交 而消防队员接获了报案赶往现场去救援 并且把现场19名的调客全部的安全疏散 莫拉克台风逐渐逼近野柳港外的风浪越来越高 消防人员接获现报赶往现场抢救19名的受困调客 在消防队员的权力抢救下 受困调客一个接近的安全穿越遭到海水淹没的潜交区 顺利到达安全陆地 海水涨潮再加上台风逼近 海水涨潮再加上台风逼近 消防人员 不过其他17名调客觉得没有立即的危险并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觉得相当扫心 我们整个救援行动在大约凌晨20分的时候 整个将所有民众成功的救援到我们整个海岸边 所信19名调客全数被劝离 顺利到达安全陆地 结束一场虚击 莫拉克台风逼近 也提醒民众不要从事海岛活动 中日新闻林玉姿 基隆采访报道